字幕收入局ม.com 字幕放 gr 咀嚼 面對著旁邊的捷檔 車子的後部 一個很古老的房子 裡面讓他們舉行什麼儀式 這是Rod House的旁邊 看來這個城市真是免不勝手 遠處似乎有紙巢棉 那個教堂好像是Michael Kierke 右轉,上坡 現在在上面看比較壯意 這一個很漂亮的房子 這裏很小朋友 還有,原來這裏是PoE所吧 一些古老的房子 半木造的 這些房子,上面都是半木造的 下面張塊 很多觀光客來這裏 走到這個宰巷 這些房子都很舊很古老 但是都有人住,這邊都可以停車 還有一個宰巷 那是右邊Nikolai Kierke 旅行團,大概會從這邊來 就是Nikolai Kierke 現在是面向著太陽 這建筑全是紅色的 這是入口 Golai Kierkeke 是在這個宰巷的東北部 進來以後聽到廣洪群的聲音 對方的拍攝 在這裏 跟這個宰巷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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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在這裏 和這個宰巷 下裏 在這裏 下裏 在這裏 下裏 我現在走進 祭團這邊 高興在後面 入口處 的顶上 這是入口 這是Lubeck的Nikolai Kierke 這是建於15世紀的哥德士教堂 這件美的木雕 在這裏坐了五分鐘才發現這個 講台那個很舊的講台 很特別古老的繪畫 快去了以後 走走走邊出來 大馬路 出來經過大道 又回來到Rot House前面 展車的地方 這些車任人愛不釋手 如果有一步都好 正對的Rot House的街道 雖然樣式很老,但是它是1900年才建的 就像這樣的都市是我最喜歡的 嗯,不是很大,但是也很方便 很喜歡建這種類型的房子 復古的 那邊宰相就是,空剛才那一條大街 這樣的宰相 就是8月16號在林內府 兩邊的小巷 回頭看一下 回到Amsandet 前面那個塔 就是剛才學校的塔 這第七 這裡是王 裡面有一個飯店 但是這很特別 很像是這個 義大利的 的那個古城 裡面就是Yohannes Kierke 就是 Yohannes Kierke的大門 飛環的 飛環的 今天從側門進來 這個家庭看起來是最有氣派的 這個是最大的家庭 相當的深遠 兩旁都有精美的 雕屬 還有 床 那個 那個 彩色玻璃窗 這個側廊也很寬檔 還有二層樓 花風琴非常精緻 上面很精美的雕刻 現在 有人在演奏 牆上的雕刻 會在靜美 橋上的雕刻 會在靜美 很美的 彩色玻璃 很美的 左邊雞灘 旁邊有戶很漂亮的花 這邊側邊看廣洪琴也是很美 還是很美 這也是側邊的入口 我現在打算出去了 我現在打算出去了 這時候是牆上的有雕刻 很精緻 很精緻 望出去,也是熱鬧的世界 我現在走轉 要回到 車站去了 不知道汽車的聲音以外 這也是 蠻安靜 影響的一個小城 這就是 Johannes Pierre 的外貿 現在是上午 十一點半 我現在要到車站去 在回去的路上 第一條河 竟然這麼地澎湃 剩成一些房子 右邊圓塔是學校 這邊大概是一些 這邊的住家 那個河水從那邊衝過來 這裡過一個馬路 要說有第二條河 也就是過進來的第一條 這有Johannes Pierre 的標誌 加入叫Arkampicane Tour 這是第二條河 右邊也是很穿極的河水 可是這個河水好像 不是很清潔 是棕色的 從這裡上街 上街就是火 前面就是公車站 邊尖塔就是Johannes Pierre 給人 可是他面對著 這一張移動 很漂亮的建築物 很漂亮的建築物